你那点不入流的实力 迟早要习惯失败的滋味 朱利安那个臭小子 好吧 挑战开始 我要挑战 怎么样 你要不要和我来一场赛跑对决 也是呀 你这种大少爷 怎么可能在赛跑对决中打败我呢 跑步算什么对决 你还是自己跑吧 你就承认吧 是不是因为担心输给我呀 你说谁会输给你 你是怕输了传出去不好听吧 我可爱的朱利安少爷 别太过分了 终点就是那边那棵树 好了 那我就出发了 怎么回事 朱利安这小子 怕输了丢人就逃跑了吗 你也太慢了 这也算得上对决吗 继续挑战 这次又有什么事 我要和你比身高 这次对决是我赢了吧 是你下来 还是我上去再比 好 朱利安 输入编码指令 便升为冲刺形态 别忙 冲刺模式开启 各位同学 为了让编码机器人快速移动 我们必须掌握机器人的冲刺模式 不就是冲刺变身吗 对我的红色风暴来说 这点小事一如反掌 明天郊游时 会举办编码机器人精速赛 大家都好好准备了吗 准备了 郊游 编码机器人精速赛 这是什么意思啊 真是的 老师已经在课上说过很多遍了好吗 是你还在梦中的时候说的 少废话 我要向你发出挑战 瞪着瞧吧 别开玩笑了 我已经赢得很厌倦了 反正明天的竞速赛 我是绝对不会输的 郊游的地点是学校门口的森林 大家还会吃到美味的大餐哦 好 今年有哪位同学愿意和老师一起准备野餐呢 我 我愿意 太好了 继续挑战吧 项目就是 料理对决 你们两个真的要用料理学胜负吗 时间为十五分钟 以料理的味道决胜负 你们有没有信心呢 当然有了 胜利是属于我小志的 加油 你们俩都要加油哦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就瞧好吧 我绝对会做出最好吃的料理的 我们对你有什么可期待的 离开同学 如果他们做不好的话 还是要拜托你来帮忙准备野餐呢 好 听我的 料理对决 开始 小秋是不是肚子饿了呀 先吃一口吧 张嘴 什么声音 你们的对决还没有结束吗 你们俩 折腾了三小时就做出了这个 可能长得有点难看 不过味道 我的紫菜菌 怎么会有一股塑料味 我的这道三明治 不算是食物 应该算是艺术 是吗 你究竟在三明治里 讲了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不是食物 是艺术品 就像艺术尔铁塔一样 不是用来吃的 离开同学 抱歉了 今年也要麻烦你来帮忙准备野餐了 炸天就拉裤子了 可恶 他们是想要我的命吗 又来了 还是我赢了 我的紫菜卷更好吃 我的三明治再难吃 也比你的塑料卷强 同学们注意了 编码机器人竞速赛 要开始了 最先到达终点线的机器人 是本场比赛的胜利者 太好了 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对决 各就各位 出发 沉死猛士 开闲 颜色 飞刃 真不应该为了赌气 吃紫菜卷 冲刺模式一开 晕得我好想吐 这 这是什么 是跳板吗 重量不是问题 一定能通过 太好了 果然成功了 是谁 是谁碍算了我的黑球 小林 这个机器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好快的速度 他是谁 朱灵 你好啊 好久不见了吧 小林 小林 你回来了 小林 平时他是个 很温柔很内向的人 不过一旦开始 编码对决 就会变成另一个人 我看你们谁敢 躺在我的前面 我看谁敢 我才是最棒的 这家伙好奇怪啊 别想拦住我 流线形滑星 黑豹 铁地滑星 你还不错啊 你也还可以啊 好 下面是大拽弯赛道了 以绝胜负吧 小林 你能不能安静地比一次赛 朱莉安 你是不是怕了呀 你休想超过我 你拦得住就是神 这一次 我一定会赢 肚子不太对劲 小林好厉害啊 居然把朱莉安投胎了 现在 就生我们可爱的流纳了 我是绝对不会向你认输的 最后冲刺了 你居然欺负流纳 怎么是你 居然用那个老古董机器人 一直追到了这里 好吧 那我就把你们一起淘汰 糟了 开始闹肚子了 不 不赢了 忍不了了 这次编码机器人精速赛的冠军 是小智的红色封号 小智 祝贺你 小智去哪了 是啊 朱莉安也不见了 小林 都是因为你 我的怪力黑熊都进水了 那个 抱歉 没事 你又不是这样一天两天了 家里的事一切都顺利吧 挺顺利的 不过 刚才要帮助银色凤凰的那个编码机器人 是谁的 那个嘛 是小智的 小智到底是哪了 里面有人 别再敲了 又是你 朱莉安 不 救 救命了 那天去玩真的太好玩了 你看看我 这段时间我肚子不舒服 所以挑战推迟了 原来如此 虽然肚子难受 但耳边总算清静了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我们对决吧 来吧 对决吧 我在和你说话 为什么不理人 马上对决 来 如果你实在是精力过剩 不如学学编码吧 你在课堂上的表现之惨 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说什么 朱莉安你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这么说我 这是什么 三天之后八角对决台 一局定胜负好吗 好啊 朱莉安 我挑战的时候 你理都不理 为什么小林的挑战就接受啊 好啊 我看你是故意误使我对吗 现在就对决吧 怎么回事 你是逃跑了吗 小致 你先冷静 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所以说 小林和朱莉安的家族之间 有世仇对吗 与其说是世仇 倒不如说是对手 他们毕竟代表着 中西方两大武术世家 又偏偏上了同一个学校 只能说是造化弄人了 所以刚才小林是代表他的家族 向朱莉安下了正式挑战书吗 嗯 没错 根据族规 一旦被下了正式挑战书 是绝不能拒绝和逃避的 所以朱莉安是无法拒绝 来自小林的任何挑战 哇 武术世家真是太帅了 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需要背负的东西太多太沉重了 其实他们俩 在你来学校之前就进行过一次对决了 哦 然后呢 对决的结果怎么样 小林以微弱的劣势输掉了 那次势力对他影响太大了 后来他一气之下回到故乡修炼去了 什么 哦 太可怜了 胜负哪有那么重要 怎么这么想不开呢 话倒是没错 不过从你嘴里说出来 真让人难以信服 我决定了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我要帮助小林 打败讨厌的朱莉安 正义的一方一定会获胜的 编码同步开启 相当不错呀 是 师父 你挑战朱已经交给他了吗 是的 下一场对决时间是三天以后 嗯 你应该很清楚 下挑战朱对整个家族的意义吧 是 这次对决我绝对不会再输了 嗯 知道就好 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需要背负的东西太多太沉重了 啊 什么人 你 你好啊 小 小智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呃 没什么特别的事 我就是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你要帮什么忙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呃 不是有一句老话吗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所以说你就是我的朋友了 嗯 嗯 我是说 帮助你 在对决中打败朱利安 就是我 小智的使命 嗯 好了 你就把红色风暴当作朱利安的荣耀黑豹出招吧 啊 红色风暴和荣耀黑豹的作战模式是不一样的吧 哼 这一点就不用担心了 红色风暴和我一样 是绝对不会忘记对决过的对手的 黑豹的作战方式 已经存储在红色风暴的指令里了 你看好了 编马黑暗之矛 嗯 嗯 嗯 怎么样 我们再试一次 一呀 哈 是荣耀黑豹的藤月侧梯完全一样 哼哼 看到了吧 训练要和实战一样熊猛 实战时才能像训练一样轻松 该你上了 那就 来一局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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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رو娜 你看到小智了吗 哦 哦 嗯 哦 喂 小智 你要是起床了也应该把我叫醒啊 怎么可以一个人出门 坚持在乡 曹琪也是能力的体现 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 我要学习编码了 什么 学习 她到底怎么了 她说自己要当几天朱利安 才能帮助小林训练 我平时是这样的吗 确实有点神似 什么 小智 别再学我了 安静一点好不好 别人还要学习呢 小秋 抱歉 抱歉 你没受伤吧 王 王琴 不对 王老师 我没有受伤 这些都是编码机器人的零件呢 有时候你的样子 会让我想起一个老朋友呢 哪个朋友啊 一个你不认识的朋友 老师也好久没见到他了 希望有一天 我会和他重逢吧 好了 老师先走了 王琴 我就知道 王琴还是非常关心我的 你再忍耐一下 我一定要把你 从李赫的身边救出来 非常好 现在你可以预判朱利安的攻击 再反击他了 谢谢你 小智 嗯 在胜负落定之前 绝不能放松警惕 先赢了这局再谢谢我吧 他到底要模仿朱利安到什么时候啊 我觉得他自己还是挺享受的 辛苦了小林 不要再纠结于胜负了 好好享受对决的过程吧 这么懦弱的枪跳 只有失败者才会用到 吵死了 你闹够了没有 你应该好好训练了吧 当然了 好 两位准备好了吗 编码对决 开始 来自戈壁的黄沙风暴 攻破狐力 上吧 荣耀黑豹 冲刺模式 开启 胜了 就凭你这点实力 有什么可得以忘形的 很好 我的训练果然没有白费 很好小林 就这样继续攻击吧 截招吧 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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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慢的速度 是不可能战胜过狐狸的 哼 小林好厉害啊 他的实力提升得太惊人了 这要一直挨打 不是朱利安的风格呀 朱利安这个家伙 他这样做究竟想干什么 最后一击了 狐狸连环踢 小心啊 小林 中药黑豹 黑暗之谋 小林竟然输了 小林 小林等等我 对于比武失败的武术家 安慰是没用的 让他自己冷静一会儿 师父 我这次又挑战失败了 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 这次对决时 你还像上次那样害怕吗 没有 有朋友们在 我就不害怕了 这样就足够了 和珍贵的友谊相比 比赛的胜负 比赛的胜负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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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